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们一起来观察台北股市 接下来今天的变化 那特别是因为明天 是台北股市 不管是台子期 11月台子期或选择权的大协算 所以稍待我会把昨天 我把所有的ETF 做了一个整理 那么我们利用片衰去观察 稍待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么没有任何买卖的建议 就是说去观察目前的位阶 那可以怎么样去做出 你可以自己去做出 一些新的一些评价 那么我个人因为在昨天 我们做一个空单 那么被嘎到 那面对这个过程 所以跟顺道在节目一开始 跟所谓的会员做个报告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转为什么 这一笔交易我们转为60分PSY 就是说任何PSY 它最终都会回到零走 那么等60分PSY回到零 那我还是一样 我会通知大家就停损 就这样子好不好 那面对台北股市我们先看 加权指数现在报价13771 上涨219点 当然最主要台积电现在报价505 上涨21块 也就是说台积电还是一样 维持着从上个礼拜以来 非常多头非常强劲的一个攻势 面对台北股市到底该怎么看 我的看法其实蛮简易的 就在于我们就现在去看 即使国际股市的商品价格 那么我们再跟台股做个交叉比对 好你说怎么看 我们现在就来看 各位你可以上网到 国际各大财经网页 那么这是现在最新就即使 金融商品的报价 那我很快速做个浏览 跟各位做个说明 首先左侧第一个 是道琼电子盘 目前报价小跌40点 那SP500大致上在平盘附近 纳斯达克小涨0.32个百分点 再来日经稍微跌得重一点 日经25970 那跌0.8个百分点 欧洲股市跟德国股市分别 电子盘报价大约是小跌0.35跟0.32 VIX的部分目前在23.1 就跟各位做个说明 你最起码我们有个看法 就是说国际股市现在大致上比较持平 但台北股市还是很强 面对这个格局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来看 各位先看整个电脑画面 我看下园 好 这些是我把 在昨天下午 我针对ETF的一些主要的标的 特别是在近期 它不管是正50或负50 有出现正负50的总共这么多 没有 还有这么多 这么多 那稍待我们就一个一个 各位你做观察好不好 那怎么看呢 你要看正负50就可以了 就是说如果到正50 那要不要适度提访 小心 那负50相对的反倒可以 比较正面乐观去看待 所以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好不好 我们先从ETF的部分 那么各位逐一做观察 首先这个叫0050 那么我们就不看今天 因为看今天 因为不谈今天 我们谈到昨天截止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0050上图是 0050的日K线图 那底下叫PSY 第二个叫0051 是中型100 那过往以来 它的走势是这么走的 那怎么走 这里叫负50 OK 因为图表很多 那元大高股息 分别在9月跟11月初 就10月底 各有一次负50 这是富邦摩台0057 在昨天也到了正50 原大保护生 在上个礼拜 不是本周 他在上个礼拜 那么也达到正50 那达到正50之后 他有出现四天的一个下滑 对不对 你就一档一档来看 原大台湾50正二 然后接下来 原大台湾50反一 这里有到负50 你就做看看 富邦上正 这个没有 正二没有 上正正二没有正负50 上正反一 在上个礼拜 有跌落到负50 国泰中国A50 那分别在10月跟上个礼拜 各有一次的正50 富邦深圳一败 上个礼拜一样 就是说只要跟路股相关的 都在大部分都在上个礼拜 有达到正50 那这是富邦日本正二 富邦日本反一 各位你就做个浏览吧 原大SP石油 00642 总共有两次的负50 你说那这里负50 他又跌到这里怎么办 这里有零走 他有一个零走 上方叫正50 下方叫负50 中间叫零走 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零走 因为所有商品最终 一定会回到零 那么我为什么要举这些范本 因为我们早上叫零走 那么会员会怀疑 就是说那PS值得信赖吗 所以我们要去检视 与其我说很准不如 我们就把所有的商品 一并做总检讨 把过往以来一直到昨天收盘 我们做个总检讨 你觉得OK 它的成功率确实还是高的 没有疑虑的 那就继续看下去 OK这叫香港正二00650 分别在九月底负50 在上个礼拜正50 请问有哪里不对吗 香港反一 那刚好反过来 一个是负50一个正50 那反一刚好一个正50一个负50 不是这样子吗 原大欧洲5000660 国泰台湾家权正二 国泰台湾家权反一 富邦恒生国戚正二 正的那一个一定是反嘛 对不对 正的这里是负50嘛 这里是正50嘛 这里负50一样 那你去看反的 是不是刚好这里是负50 正50 这一定是同样的 这是正50 这是负50 富邦next day正二 富邦next day反一 原大SP原有反一 富邦台湾家权正二 富邦台湾家权正二 富邦恒生国戚 一个富50一个正50 富邦欧洲 这了不起 这竟然是在这个最低点 富生 富邦台50 我哪有这么多 家权指数 讲到这里 大致上我们在刚刚用很短的时间 把所有的ETF 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ETF 在近期有出现正乎50的 那我们做了一个揭示 那你就做参考 那回过头来 我们看台北股市 台股目前报价13698 当然最强的 你还是要关心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目前表现 真的也不错 我们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看 你说这样子看 对 我把这个十字线拿掉 然后我把它缩小 OK 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 值得参考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 今年进入六月份开始 台积电展开两阶段的起掌 第一段它长得非常凶 然后经过短期间的整理 大概将近三个礼拜之后 又涨了一段 那么你说那这一段要涨到哪里 那你就去观察过去 过去第一段的上涨之后 什么样的情况它造成整理 接下来又一个几涨 对不对 那又进入一个整理 那请问这一次的上涨 你紧接而来怎么看 此为尽知心替 就这样看就可以了 怎么看 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后 各位我们针对台积电 帮各位做个简报 谢谢 P.S.Y.50进场 P.S.Y.祝福您 合家平安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 现在就加入固德头部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P.S.Y.50进场 P.S.Y.祝福您 合家平安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 罚更大哦 2.呼气酒策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样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 因为第一个我不能针对 未来的台积电 就比方说今天或明天做出分析了 可是我们去看过往 从过往里面 它已经产生了变化 那么你个人去做评价好吗 我不能帮你下结论 那你要自己做参考 所以我们来看 画面上我们所看到是从今年 5月5月份以来一直到今天台积电的日K线图涨势真的非常的一个强 那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去找出在什么样的状况台积电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举例举例比方说如果这里叫低点这里叫高点 这里叫低点这里就叫高点 如果它还有更高点那这里就不能算高点这就叫低点对不对 所以高低是经由你做交叉比对 在比对的过程我们来看过往已经发生了案例 这里它有没有爆出巨量 有 这里有没有爆出巨量 有 爆出巨量台积电股价有没有跌 在过去它没有跌 爆量还不跌 接下来爆量又不跌 然后接下来只要它形成什么 它整个结构形成一线突破 那代表怎么样 代表它要起仗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观察量价的变化 最明显的是这支 这支这支是不是这支大长黑黑板 也就是说当台积电形成一段的 超级大幅度的急涨之后 那么爆出一根很大的交易量 那代表怎么样 在这个结构我们要适度要留意 各位也许会说 我从这里不能爆到这里吗 当然也可以啊 你定期定额的 你就这里一直买一直买买 你也不错啊 那我们单纯是在不是在讲投资 我们来讲金融市场的证券操作 好吗 以操作结构来看 第一个因为这里如果叫低点 这里叫高点嘛 那如果比照这里 这里当然也算低点嘛 对不对 但是假设今天是在7月底 7月28号这天 它爆出这一根巨量之后 那代表怎么样 代表说最后没有 它准备要进入一段什么整理期 因为它带了大量 并且这个大量在一个高档 所以接下来呢 那你就看吧 然后接下来你看 这里一二三四这是什么 是不是都出现一个夜心形态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 今天就不适合出现类似这种结构 假设出现这种结构 代表在短期间 可能要适度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就观察 回过头来我们看台北股市家群指数的部分 台股目前 我们来看 看左下角 左下角 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对就对 错就错啦 那错 做错了怎么去 第一个 未来如何避免 第二个 已经发生的错误 要怎么样让这个受伤把它降低 金融市场就是如此 我的做法也是如此 我没有办法保证我一定都赢 那输我也会跟你做说明的 我们来看左下角 左下角我们所看到的是加权指数 单一分钟的交易量 开盘量一定最大 所以就把它剔除 开盘之后交易量它会递减 在递减的过程里面 我去观察单一分钟 最大量所产生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根一根来看 这是9点16分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是不是应该观察9.06分 绝大部分80%我们长期去看 以时间点来看 出现在9.06分的几率最高 那不见得一定是9.06大致上在70%左右 你去长期去观察 就是说台北股是单一分钟最大量 往往最高几率大致上落在9.06分 所以我们来看 今天单一分钟开盘之后最大交易量 我把它移开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开盘之后交易量最大 不看它交易量会递减 那我们去观察今天市场主要的力量 它在怎么做控盘的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量价里面 去把一些重要的关键点抓出来 它告诉我们最重要发生在一样 9.06分 好 所以我们来看全图 9.06分加权指数报价13720 也就是说加权指数如果在13720之上 叫多方强 那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看昨天 昨天第一个开盘之后 接下来是不是商品价格在主要关键点之上 好 那缓步推升对不对 可是在中场它又报了一个新的量 爆出更大的交易量之后 它也不跌落这个主要的交易价格 所以是不是以这里当做一个起点 重新又涨了一波 这是事实 好 那同样的我们来观察 今天到现在截止台北股市的整个结构 好 加权指数 今天的主要关键点观察 13720点 也就是说13720之上 代表台北股市会持续展现非常强劲的攻坚格局 OK 假设在720之下 也不代表它就挂了 那代表说它没有走这么强 像昨天一样的一个模式 好 回过头来 那到底该怎么看 我认为最主要特别是在不只是今天明天 包括未来这一整周 一整周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看几个主要商品 来 各位请看 这个叫波动率指数 这张图是在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 我截图了 昨天下午6点 6点14分 那么到目前价格在同一个点 在同一个点我们来看 现在是不是写23.1 同样都停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同时做观察 这是昨天下午23.1 那目前报价也在23.1 所以我把它放大 各位请看 底下是交易量 那么这是VIX叫恐慌指数 当然也叫波动率指数 我们去观察它的一个行径结构 因为VIX本身它叫领先指标 它就好像是台指期跟加旋指数一样 我们经常讲期货商品 会有领先的功能 没问题吧 那既然会有领先的功能 那VIX本身跟期货商品一样 它会有领先发现的功能 所以针对在金融市场的操作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标的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把它近期以来 最大最主要交易量 有两个地方最大 近期 分别是11月4号跟11月9号 近两天 那我们讲过任何量价 最大交易量会产生什么 它的交易价格会对未来产生一条颈线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画出来 在这里 我一条算 我一条算之后 不是我讲的算 也不是教科书说的算 我们是不是要去求证 就是说那这个方式 到底值得做参考吗 所以要求证它 所以我们来看 在11月4号 爆出最大交易量之后 那这里会得出一条未来的颈线 那我们就看 紧接而来 这里有没有形成一个颈线 有啊 它是不是在29以下 往上 是不是来测29 站不上29就杀盘了 没有错啊 它就是个颈线啊 好 那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啊 接着是在11月9号 是不是11月赤到 又爆出巨量了 这个巨量的位置在23 比23 这个不会错的 这个已经不管 从上个礼拜到今天 那23是不是会形成一条颈线 也就是说 如果mix指数 不管是昨天 今天 甚至于稍待下午 甚至于明天 它跌落在23以下 那代表国际金融市场 继续走非常强劲的多头嘛 如果它没有办法 灌破这个23呢 它就会往上了 一点的往上 所以你问我怎么看 你就把所有的数字抓出来 好 我们把昨天早上最低 一度来到22.8 昨天早上最低来到22.8 那么一直到今天早上截止 它就落在 大约在22.9到23之间 目前在23.1 它占回23 所以我们去看 即时商品结构 你稍微看一下 就表现不如昨天 对不对 你看大概不是就是小涨小跌的结构 就在23.1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些商品 那么提供自己做一个观察 那最主要我的看法就在于 面对台北股市 你要有一个你自己的评估方式 所有会员都一样 你股票做当冲的 电脑板的朋友 我说一次 因为节目上现在不能讲 不然就不要讲股票名称好吗 来 举例 我举个例子 股票做当冲的会员 记住 第一个上市股票 你就点总章 总章做前20名 当冲上跪股票 你要这总章点一下 让它形成交易量排行 那你只做前20名的标的 先20名做 20名以后的卖者 用什么做 用GWA做 举例 不要管它股票名称 我们看左侧不要看右侧 第一个 我是不是 你在你的电脑打上GWA 好 它就会出现这个字 来 你像这中文字 多空 你要看到这个多 要有这个中文字 它有出现多这个字 代表怎么样 你如果要做当冲交易的 就先买 先买 什么时候卖 一样 我找一个 假设 假设 假设这里是不是一个多 这是不是一个多 那你就买 那我就一直抱 不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变绿色的 这是不是中文字多 这里变绿色的 你这里买 你这里就要卖了 你这里卖 你这里卖 你这里就要平了 因为你是当冲 所谓的当冲就是 你在做台股一日游 你针对你所锁定的标的 你不在乎它 今年的获利能力跟明年 一探钱也好 了钱也好 反正今天太担 你就平仓了 所以跟基本面 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于 记住 以最大交易量前20名 你就做不完了 上贵前20名 是不是20几五票 上市在前20名 这样就40档了 那就是40几五票 记住都做交易量最大的 交易量小的就不要做了 比方说空 是不是要先卖 你说卖 那到这里我输 不是 你空了之后 这里是不是有一条线 是绿色的 当这一条线变成红的 你就要走了 那多就进场 就这样子 如果这一条变成红色的 变成绿色的 那你先买再卖 你就该走了 就这样子 就照着 这叫GWA GWA是提供给会员 针对股票 你要做当冲交易的 OK 那如果说各位对系统 想进一步了解 欢迎你可以询问 我们的服务人员 那所有会员 我们的空单 现在改为60分 便说要回到零轴 我会发讯息通知你 感谢大家 祝福所有朋友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谢谢你 拜拜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理财 竟在运通 PSY50进场 PSY祝福您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 现在就加入 顾德投资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大家好 我是药师苏博明 疫情期间提供大家 三个购买 医用口罩的小撇宝 请大家一起来注意 一 选择合法通路 请透过实名制度